不要乱承诺 不要动不动就供业了 什么叫供业呢 比如说他说 我下个月我想去做什么样的肉类的生意 你听到了 你回答你就要很注意了 有的时候就说 你这年纪已经有了 还要去碰这个肉类 养殖也好 屠宰也好 贩卖也好 还有损我们的福寿 年纪这么大了 应该不要做这么这一类的工作了 善巧一点 还要把他劝掉 劝他回心转意不要做这个 跟杀业有关的 跟营业有关的 杀到盈望久 这些有关的 对众生不利的东西 你不要去碰 远离这些事情 劝得动就劝 劝不动 不要结仇结怨 劝不动 你就是已经没有见坐随喜的 我已经劝过他 那就好了 能劝当然要尽力再劝 不能劝的话 那就是祝福他 祝福他不要去 做这个恶业 不敬业 或者是杀业 然后尽量跟大家 这些亲戚朋友 用佛法来结缘 你请他喝茶 吃饭 送礼 就是说这个我们法会 都加持给你保平安的 待在身上 今天结缘这个 明天结缘那个 跟他修这样的好缘 修这种缘 那动机 也纯然要利他的 那过程啊 都如法 那结果大家 会增上善缘 增上佛缘 在这个尘世间 其实 很多环节都要注意 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